把舌头伸出来 舌变三四是用我们 也是万关节来使力量 让舌部的 有一点轻度的充足也没有关系 然后你跟我说 张嘴说 不是I 是R 你就是舌尖舔上牙 对 你看这样R出来了 然后金金鱼 再来 有很多的我们对于 当然我们讲 又是一个大提了 足龙后诗语 足龙后诗语 我们在临床我们讲诗语分三行 感觉运动命名 然后这个其实 在中医来讲 这个叫诗语 中医还有一个定词 叫什么 叫语言含混 语言含混跟诗语两个意思 两种定义 我们讲我们得首先知道语言是怎么来的 中枢产生性分 反射到外轴 然后产生我们舌体在口腔 形成不同的反射腔 然后由我们的喉结发出共振 才产生出了声音 语言 所以你才能够发声信号 你才能够听到 为什么说诗语跟语言含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诗语 语言 语言含混是两个儿子